关世间奇闻异事,他人生酸甜苦辣 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 出卖回忆的男人 大雄因为欠债不得已想到卖血 面对不多的报酬,大雄想要继续被采血 却被医生阻止,再采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医生向大雄推荐让他卖掉自己的肾脏 大雄没有表态 回到家,大雄遇到了前来拿行李的妻子和女儿 大雄对女儿很是亲切 但女儿却有些怕他躲到了妻子身后 妻子将钥匙交给大雄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大雄无奈,他躺在床上看着一封封催债的信 很是烦躁 这时要债地找上门,不顾一切地想要进来 大雄吓得急忙开窗逃走 路上大雄看到一间神秘的小屋亮着灯 他捡起屋外的一张纸,看了看 上面写着高价收购你的人生 来到屋里,一个叫小明的男人告诉大雄 在这里可以通过贩卖记忆而获得高报酬 有钱人可以挑选提供者提供的各种回忆 并移植到大脑中 而提供者则会失去他所提供的回忆 小明告诉大雄 刚好有一位客人专门收集初恋的回忆 大雄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贩卖自己关于初恋的记忆 事后大雄拿着小明给他的一大笔钱 来到路边摊喝酒 数着钱觉得很惬意 他想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 因为跟不上时代而被公司提前退休 因为不懂PPT而求职失败 并因此和妻子吵架 而自己一气之下摔了酒杯吓到了女儿 之后妻子便提出了离婚 种种不开心的回忆涌上心头 大雄觉得能忘记这些不好的回忆 还能得到钱真是再好不过 就在大雄回想往昔的时候 一个客人突然坐到了大雄身边的位置上 听到此人点东西的声音 大雄发现是催战人小刚 他赶紧起身向外跑 但还是被小刚抓住 并拿走了大雄身上所有的钱 大雄瞬间身无分文 他再一次来到了回忆贩卖所 这一次小明问大雄有没有运动经验 大雄表示自己高中时是棒球部的 小明称刚好有客人 是一生下来就坐轮椅的人 想要体验运动的感觉 大雄回想起了高中时代打棒球的场景 那些记忆和欢笑让大雄难以忘怀 对大雄来说 棒球是他青春的全部 大雄不想让这些回忆消失 小明安慰他 像他这种情况可以理解 但越是珍贵的回忆就越值钱 之后便拿出一大笔钱给了大雄 看着钱 大雄最终还是将自己棒球的回忆卖掉了 回家的路上 大雄遇到了自己上学时的同学小林 小林拉着大雄来到饭馆里 跟昔日的同学计餐 因为大雄的初恋小美也在 于是大家都打去大雄 小美也有些不好意思 称时间太久 大雄可能不记得了 其他人却说不可能 还让大雄唱表白歌 而此时的大雄却已经什么都不记得 气氛变得很尴尬 小林为了缓和气氛便举起酒杯 表示为庆祝高中棒球部老成员聚会干杯 众人纷纷应和 只有大雄没有举起酒杯 她询问大家 自己以前是否真的是棒球部的成员 大家愣了一下 因为上学时有一场决赛 就是因为大雄的失误而输掉的 大雄实在想不起来 说了句抱歉便起身离开 走到一半小林追了上来 得知大雄辞职的她 让大雄去自己的公司面试 还告诉大雄 曾经因为失误而输掉决赛的大雄 在赛后曾对大家说过 一定会补偿大家 大家一直都在期待 回到家里 大雄翻相册 看到自己打棒球的照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记忆 这时小刚撬开房锁走了进来 拿了一份生命保险书让大雄签字 受益人写他的妻子 并拿妻子要挟大雄 大雄为了还清债务 开始频繁地卖掉自己的记忆 和父母的和朋友的 甚至自己从小长大的记忆 因此大雄也得到了一大笔钱 人想得到一些东西 就必然要失去一些东西 可在大雄看来 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 回到家 小林在门口一直等待着大雄 询问大雄为什么没有去面试 但是此时的大雄别说面试 甚至都已经忘记了小林是谁 晚上小刚来取钱的时候 表示很不可思议 短短时间内 竟然将一大笔债务还清 并将欠条还给了大雄 大雄接过欠条 第一句话竟然是 原来我借了钱 小刚看到大雄一两茫然的样子 于心不忍 抽出了一张钱放在桌子上 告诉大雄偶尔也吃点好的 便转身离开 大雄回想自己出生 父母 学校 工作的事 却发现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大雄陷入了疯狂 他拿出自己和妻子女儿的合影 看着照片表示 一定不会贩卖和女儿的回忆 可天不随人愿 大雄的女儿因为限制性心肌病 需要移植心脏 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拯救女儿 大雄来到回忆贩卖所 决定要卖掉自己所有的回忆 包括和妻子和女儿的回忆 小明告知 如果这样做 大雄将会变成废人 大雄表示没关系 他请小明事后将钱交给自己的妻子 大雄最后看了一眼和家人的照片 回想起女儿从出生到长大的 一系列美好的回忆 第一次说话 第一次走路 第一次教他爸爸 自己第一次骑着自行车载他放学 他知道之后这些回忆将不再属于自己 许久之后成为流浪汉的大雄 在捡垃圾的时候 妻子和女儿找到了他 但是在大雄的记忆里 根本不记得两个人是谁 妻子激动地拉住大雄的手 说他们是一家人 并希望和大雄重新开始三个人的生活 大雄只是颤抖地挣脱妻子的手 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走去 女儿看着父亲的背影冲了上去 她哭着不断地叫大雄爸爸 希望能挽回大雄的记忆 大雄只是瞪着浑浊的眼睛 流着泪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记忆不分好坏 它见证了我们人生成长的每一步 也见证了我们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没有人是真正的孤独 也许你并不知道 但其实总有那么两个人 会一直默默地站在你的身边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